哎 弟兄们 我快要挡不住了 有没有人来帮帮我啊 阿阳 我现在自身难保啊 你注意安全 呃 你什么鬼啊 这都弄死啊 你听我解释 哎 不听不听 哎 星姨 你哪来的钓鱼竿呢 还有 为什么你的脑袋上 还有一只蜘蛛的灵魂呢 笨蛋老哥 我不杀蜘蛛的话 去哪搞蜘蛛丝做鱼竿啊 不做鱼竿钓鱼的话 岂不是要把你给饿惨了 哼 没想到我们星姨 居然这么贴心的嘛 不过你确定 大晚上就开始在这里钓鱼吗 还不快给星姨 做几根火把保护一下 哦哦哦哦 对 星姨 你说说你 跟我们玩了这么久了 还是不知道火把这种东西 嗯 总感觉没什么用的样子啊 那不是这样的 火把这种东西真的很重要 老哥就先在你周围 插上一点火把好了 下次一定要提得 自己多做一点知道吗 阿阳 我又回来了 终于让我搞了蜘蛛丝了 哦 这么厉害 真是辛苦你啊 我真的还多了一根蜘蛛丝 给你吧 哎哎哎 千万不用这样 都自己拿着吧 我屠龙勇士 还会因为几根蜘蛛丝而困扰吗 那我可就不管你了 去去去 我自己可以搞定 还是先把这周围的火把给补上吧 也算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哎呀 你看我这片改造后的农田 哦哦 很好 好得很 混蛋你居然敷衍我 嘿嘿嘿 星姨 我来了 蜘蛛丝的事情我自己解决就行 好的 老哥 星姨啊 这些事情你老哥自己就可以解决知道吗 用不着一根蜘蛛丝都要帮他打 可是我看阿阳哥哥很忙的样子 要帮大家插火把 还要帮大家挖没什么的 星姨小心你背后 给表哥打怪忘记看血量了 嘿嘿 啊 星姨你没事吧 我好的很 话说小月姐姐 这种事情不应该你去帮阿阳哥哥吗 这个啊 我啊 他可以的 我可以什么我 人多了就不好意思了 什么不好意思啊 哎呀 月姐姐是不是明知故问嘛 哦 我懂了 星姨你懂什么 我不是我没有 笑死我了 让小月这头猪在边上说风凉话 随着黎明的到来 我也算是结束了一晚上的杀猪工作 偷偷摘一棵树上的芒果 应该没人发现吧 话说这东西的口感是真的可以 可惜不太管宝啊 哎 你们快看我头顶上的生物灵魂 每一只都是被我所击杀的怪物所谎化而成 这种东西啊 大概就跟几千年前的人类一样 喜欢用兽牙和头骨挂在脖子上面 用作装饰的同时呢 还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没错 我就是 非洲球长 混蛋 我跟你们没玩 非洲球长 谁啊 还有谁在背后说我